雷雨是在不稳定的大气中所产生的剧烈天气现象 常夹带着瞬间大雨、雷电、强震风 甚至伴随冰雹发生 当天空中出现这种体积庞大、发展迅速的高耸云团时 常在短时间内带来剧烈的天气变化 它就是积与云,或称作雷雨包 雷雨包发生自旺盛而暖湿的上升气流 随着地表气流持续上升,云也就越积越高 若云里的水珠变得太大太重 无法被上升气流拖住,便开始落下降起大雨 由于雷雨包内的气流极为不稳定 会使得云中的冰晶和水滴互相摩擦碰撞,产生静电 通常正电荷会聚集在云的上端 副电荷则在云的下方 与地表或其他云团的正电荷之间产生电位差 当正副电荷蓄积到一定程度 电流会冲破绝缘的空气并发出沉光 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 同时,闪电附近的空气因加热而迅速膨胀爆炸 产生的巨大声响就是雷声 在台湾,随时续接近春天 暖湿空气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 雷雨包也逐渐活跃 因此春雷的出现常被视为季节转换的象征 台湾地区2到6月的雷雨 常是因暖湿空气被封面抬升 造成强烈上升气流而产生 这种雷雨不论白天、夜晚都可能发生 尤其5、6月梅雨封面影响时 带来的剧烈雷雨 有时可持续长达数小时 导致蚝雨成灾 而7到9月间的雷雨 则常来自因暖湿空气在白天受热上升 而形成的对流云 如夏季常见的午后雷震雨 这类型的雷雨影响区域 往往较为局部 也常常来得快、去得快 大约一两小时内就结束 由于雷急会对人体产生极大的伤害 在户外遇到雷雨 或收到气象局发布的雷雨警示讯息时 要立即离开空旷处 并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突出的地方 也绝对不可以下水 应尽快进入可以避陌的室内或遮蔽处 以确保安全